马上 给出来赵瑞的三分 有了赵瑞 三分并中 这样会不会是 广东队最关键的一波攻击波呢 现在广东队把分差缩小到了四分 好 这边比赛开始 新疆队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 最近的速度非常快 赵瑞 赵瑞 直上蓝下 漂亮 左手的上蓝造成了 布莎拉姆的犯规 2加1 他这个技术非常非常的细腻 做了变相误导之后 加一个体前变相 对 再来看一下变相误导 加一个收球之后的一个变相 从右路杀到了左路 最后上蓝 这一波的年轻球员 你说多厉害 对 新疆队赶紧退房 这边的全场 还是被赵瑞的速度一下破掉 易建连重新回到场上 看接球三分 果断出手 三分进入 我说什么来着 周琦的这个 远距离三分球是一个拿手绝活 是 他是习惯了投这个NBA的三分键 好球过来之后 徐杰在底角还了一个三分 好 徐杰 过去补防之后 让我身后威胁更大的周琦 破 好球 没有 威姆斯的速度 前场的4的2 提角 赵瑞的三分 好球 广州队呢再一次反超 周琦把周琦顶在了身后 穿着好啊 到篮下 漂亮 赵瑞助攻王兴凯 对 这一波 所以很聪明啊 不强打 赵瑞 赵瑞 漂亮啊 广东队这边呢 广东队这边呢 也投进了6个三分球 没有顶住啊 对 这就是任俊菲啊 犯规多的给广东队带来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一种沟通 然后呢 因为两个赛季没怎么打球 但是阿基央知道 做通了唐财玉的这个思想工作 赵瑞 哎呦 这杀了一个回马枪 漂亮的一个加速啊 对 赵瑞 突破停 再突然起诉 这个技术动作运用得很好 最后7秒钟 新疆队防得很有攻击性 赵瑞突进来 好球 赵瑞是 看一下苏伟这个 这一下还是真的 真掩护 真掩护之后 好球啊 赵瑞 去年就是主场打新疆 就是赵瑞大爆发 看看今天 41分啊当时 对 看今天广东队 在这边也是空位 来本球赵瑞拿下来 看这反击怎么样 直接攻坑被犯规了 非常漂亮的过掉了齐瑞立江 在面对最后一道房间的时候 制造杀伤 这边呢 赵瑞连续得分之后 阿迪江指导也是请求了暂停 OK 继续是我们的青岛弟兄 邱队 因为刚才这段时间的广东队 其实从阵容上来看是 好 第一阀有了 进来 赵瑞真厉害啊 这个也是极限操作了 几乎没有出手的空间了 马上 给出来赵瑞的三分 有了赵瑞 三分命中 这样会不会是 广东队最关键的一波攻击波呢 现在广东队把分差缩小到了四分 新疆队再一次请求了暂停 要犯规了 要犯规了 人员上的优势 没有犯规 这个比赛就没有了 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 广东队是在主场128比127 一分的分差逆转险胜新疆队